安波足球快信 2022年5月1日 黄斌水手无据全北汽车 星期日晚上 亚冠联小组赛有好戏上演 新处H组的全北汽车 同黄斌水手将争夺投名 两对实力接近 而且小组前五轮发挥不相上下 大家都没有全取三分的绝对信心 今次对女 双方激战成和并不意外 另外安波直播届时 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作为韩职联的班霸 全北汽车近年来在联赛统治力十足 过去七季六次奪得冠军 其中有一个赛季是因为被扣了9分 才占了个冠军 全北汽车实力无用置疑 他们无需在国内证明自己 相反 全北汽车是亚洲最顶级的球会 赛事亚冠联中需要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虽然他们队史有三次闯入决赛 两次捧杯的经历 但过去几届 球队没什么突破性的成绩 甚至有未能冲出小组赛的耻辱 到了今届小组赛 全北汽车同色尼FC 黄英加来 同黄滨水手分在一组 即使全北汽车前五场保持不败 但11分只能令他们排在小组第二 今铺需要赢球先可以直接晋级16强 不过这个并不容易 一方面 全北汽车实力 同黄滨水手相当接近 另一方面 黄滨水手防守相当稳固 近三场都保持凌峰 由此可见 全北汽车金仗需要在进攻摆放更多的兵力 寻求更多攻破对手的大门的方法 对比主队全北汽车的出线形势 黄滨水手就将出线主动拳牢牢压在手中 虽然小组中唯一一场败仗 败全北汽车所持 但其余四场 黄滨水手全部获胜 他们目前有12分 排在小组投位 黄滨水手金铺只要不输球 球队就能直接晋级16强 所以他们今铺首先要做的是立足于防守 马高斯组利亚 同西村托真领涵的攻击群 在时机发动反击 才是黄滨水手较为合理的战术 值得一提的是 黄滨水手有这样的本钱打出高效的防守反击 他们前五轮小组赛只失两个球 而且攻入了八个球 效率相当不错 这次面对高举进攻其次的全北汽车 黄滨水手有信心得到满意的结果 《非语言》或许致达出高举人